上來關新市新竹縣新湖地區 這月十七號發生了歹徒持槍 連續搶劫商店的重大刑案 這是一名三十多歲的男子 他是拿著一把改造手槍 先後對通訊行 還有一間快炒店下手行搶 雖然警方很快就宣布破案 但是光天化日之下 連續帶槍搶劫 還是造成虎口地區 民眾店家搭轄人心惶惶 快炒店員工坐在櫃台前結帳 黑衣男子從後門偷偷溜進來 持槍威脅正在清點現金的員工 接著搜刮桌上所有現金 原來黑衣男子搶走快炒店六萬現金之前 就已經在附近一間通訊行犯案 不過通訊行店員不配合 雙方一度在店內拉扯 男子改造手槍內的鋼豬彈鬆脫 掉落在通訊行內 最後男子還是搶走店家的一副 藍牙耳機 雖然警方貨報立即循現逮到這名黑衣男 不過大白天男子連續持槍刑搶 也造成虎口地區的店家人人自危 記者 顏日龍 新竹報導 中文字幕 李宗盛